本土、民主、反共 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下到梁振英 家和民主義 普羅政治學院 維園連銷攤位又來了 2月2日年24至2月8日年初一早 維園連銷市場 31至32號檔 普羅熱血聯合攤位 精選產品包括 新款T-shirt 689 Go To Hell We Are Hong Kong 我是香港人 麥通斐淚黑白新版本 還有一款抑敏 李怡、陳雲著作 記得來維園支持我們 各位 各位 浮民的支持者 各位 各位普羅的支持者 各位MyRadio的聽眾網友,大家好 我們在年宵的攤位 就是在31至33號 現在已經開章了 毓民現在要介紹的這本書 就是在年宵特價,150元 這就是年宵價 這本書是《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是去年書展出的 這本是新版的載版發行 這本書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不像旭敏以前那些 即是說立法會的書 其實那些是說我自己 在立法會的一些動議 或者我一些發言稿 將它緝六成書分類、分題目 這本是去分析整個立法會的運作 分析行政和立法關係 所以這本書是很值得大家看的 希望年宵大家來維園 毓民大部分時間都在這裡 即是晚飯後我都會在維園 大家可以來找我買一本書 簽個名字 甚至乎拍張照 也支持我們普羅政治學院 和MyRadio的經費 大家也可以來到普羅政治學院的攤位 在這裡交這個月費都可以 我們有預備了一些收據和表格 這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的新版 就是年宵價150元 我們準備在年宵的書不多 大約一千本左右 大家有買就趁手 好 都是說要吵人 其實我也不想再聽到這個名字 我想大家也是 就是戴耀廷 但其實大家只記得 絕命中環,正式啟動 物資會全面進場 我記得她的剃頭 剃頭 我記得她跪在地上哭 對,那幾張圖 那張照片好像拿了甚麼獎項 但那張圖沒有被人改 對,真的 我不想失去那份工作 她是很失情上面的 但我也不知道她在哭甚麼 因為其實… 其實大家都… 大家都不是看電影頭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為何那麼上心 當然你可能自己情不自禁 自己太過分投入 過分投入,但問題是… 其實沒有人理會你 但其實只是你自己的社交 原來沒有,從來沒有 是一個女生從來沒有接受你 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看電影頭 你說正式啟動之後 多多人離開就知道了 不是我腦催 不是我腦催的 她近來就… 但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其實都很…很…很…很難… 其實都挺慘的 就是說一個人… 一個再沒有… 再犯眾憎的人 就等於好像黃禎一樣 你有錢或是你有一個機構 去讓你不停運動 其實… 你就可以繼續出現在這裡 就算黃禎仔細說話也好 就算大層是多… 多客人真也好 那蘋果給各位寫東西 那你也會人報 那他主要是說… 他主要是說立法會的選戰 他就搞了什麼 提出一個叫雷動計劃的 campaign 其實他… 聽到雷動計劃已經不想聽下去 很雷動 很雷 因為大陸的雷動計劃是很雷 他就說… 非建制派可以搶佔立法會一半議席 包括公佔這個傳統的功能組別 他主要就說… 首先就以推動修例 爭取擴闊立法會功能組別 組別選民的基礎 就是說… 例如你是金融界、保險界 這些很多時候 你一家公司就有票 但你自己沒有票 其實本來整件事就是… 一個類似意大利法西斯 政府時期的一些機制 就是說… 但有錢都很多票 即是有美加承控 就有十多間 即是百多間公司 我便有百多票 但問題是可能整個公佔組別 可能只是那個組別只有五十多票 那你就贏了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商家佬主導的機制 他就說賣頭指向這三個選民基礎 共數百人的選子 包括金融服務界、保險界和… 金融界 金融界和金融服務界兩者 原來就說… 總之我們就說… 功能組別我們就這樣打 直選就說… 在35個地區直選中贏二十三席 超級區議會保住三席 本來泛民盤據的法律界、教育界、社福界 社福界是混蛋 衛生服務界、會計界、資訊科技界 保住… 再加上傳統的功能界別 只要得到三席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覺得可以得到 只是催 想想吧 如果… What if 就可以得到35席 佔立法會一半的議席 他不是泛民的 他指非建制派 因為現在有些… 你不知道他是甚麼 可能是本土派或獨立 非建制派算是唯一可取… 很籠統的稱呼 算是唯一可取和比較準確的說法 他就說得到35席 立法會是一半 那我就說 怎樣了? 碰到不得了 你聽完之後有甚麼感想 就說是一個普通市民 我不知道他的FF是甚麼 是,為何會FF 即是… 怎樣說呢 即使你如果What if 做了一堆東西出來 先不說他這件事是否真的可以 你說完出來又怎樣 好像說到之後究竟是否真的會這樣 或者那個可行性 那個可以實行的程度 大概是怎樣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覺得他現在處於一個沒有人理 但自己就不斷… 很想出謀牽測 對,很想出謀牽測 想大家理一下我吧 但其實我覺得他… 看他寫的東西 我覺得他對形勢不太了解 他好像覺得形勢大好 很可以再下一城 他還在說建制與非建制的對決 可能他口中的… 我不知道他口中的非建制 其實是否說泛民或其他人 泛民不做主體 當然是 好像我到這一刻還認識一些人 他們會覺得… 很非黑即白 會覺得泛民是非建制 建制是民建聯 他們是對立的 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然後又會… 例如再早一點時就說 佔領是學聯那群PK 其實學聯也不知多想撤退 一天都是學聯 搞得撤退不了 對,你和這些人說話 你會不想跟他有任何關係 然後… 我覺得戴躍庭是類近這些… 他又… 怎樣說呢 如果你到今時今日還在說黃絲 vs.藍絲 和泛民 vs.建制 我覺得你真是愧為一個大學教授 而你也不應該再在文章上散播愚昧 但… 其實主流傳媒… 主流傳媒可能是想說一些 對… 其實是想營造一個這樣的氛圍 當然我覺得沒有太多人來 但二來製傳媒的本質其實都是漁民 有些漁民的人掛著大學教授的頭髮 我覺得最後那件事是… 漁民不要緊 漁民是一件很聰明的策略 但我永遠都覺得戴躍庭是真心交的 我也看得懂 我都可以洞悉你的陰謀 那陰謀很燈廢 對… 但我覺得戴躍庭是真心交的 他是真心… 我很久以前跟他同場說過話 我都覺得他很真心 他真心善良 所以交 他充滿了一種教徒 結合了爺膠、爺忍 然後中產、不守衣食 然後加上一種… 和平大愛 在六四… 即是接受六四洗禮的一代的人 他又有少少這樣的大中華 亦覺得我們可以憑著自己的專業 或者說道理的一方面 那麼聰明 去跟中共交授 或者跟中國交授 所以對比其實他是一個好人 但陳建文是一個混蛋 陳建文很直接說我是一個混蛋 但我發現也很多人不知道 陳建文是一個混蛋 我真的覺得… 所以繼續說下去 對,他可以繼續說下去 即是我也可以繼續說下去 但戴耀廷就是… 但我不管他實際上 他的願望不是混蛋 但實際上他的效果 其實也是混蛋 因為… 因為其實你… 大家也不是在看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 你還是散布一些不好的… 其實他現在的前置 有點像是… 覺得泛民在區議會選舉裡 沒有跌票 反而還有少許增長 或者那些爭取其實是來自於… 散兵或是新人 那… 泛民是沒有輸的 但其實沒有贏的 他覺得… 喂… 那… 局勢沒有輸的 那我們就真的可以再下一承諾 他就… 這個其實用產黨的說話來說 是無性主義 其實你都未… 你覺得現在形勢帶好 我們就可以去 其實… 我首先就不管你的那些… 條數是怎樣計算 我會說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我作為一個普通的選民 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的窮人 我不會認為 在立法會裡面 多十個神屬莊會有甚麼分別 十個神屬莊只會說 喂… 這樣而已 那張圖 大家不要… 這樣而已 實際上我不需要十個神屬莊在議會裡面 也不需要余若明在裡面 但如果裡面有一個… 現在算一句,我還是不要說真實人命 例如有一個… 一個黃毅文 一個… 黃毅文跑得很快 十個跑得很快的人 很有用 會令到你… 先害怕吧 如果有十個黃毅文的話 如果最後那一刻令你不能表決 那你功能組別的優勢就發揮不了 即是你無法表決的時候 其實… 不要每次都叫黃毅文 他都快要七十歲 找一個三十歲的人進去 打賊吳亮星 學習台灣的 議會第一滴血 那你的功能組別就廢忍了 這真的很壞 你連港大利出雲也進去打賊李國章的時候 也很難在立法會裡面 打賊吳亮星 我夢想… 要打賊吳亮星 希望… 即是希望有第一滴血 人家現在打完第一滴血的人 輸到 民選立位的身分 走回去堂堂正正 你不經過那些髒的手段 你就不能得到一個光明的未來 你不用卑鄙的手段 是對抗不了… 因為他為何要打人 因為那個議事規則是不公平的 國民黨自己玩過了 否則他為何要打人 你不用這些手段 你是對抗不了卑鄙的人 為何我覺得戴躍庭是很暗糕 如果我們相信我們也會變得很暗糕的原因 就是當你的功能組別沒辦法過半數的時候 其實這個不用我說的 其實大家都明白 大家看過立法會如何組成 如何通過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民選議員的票值是很低的 即是我們民選議員通過了那些東西 功能組別 他只要反對,你就閉嘴 功能組別要通過的東西 就算是民選議員反對 他也要通過 但也要通過 其實這個功能組別也說了十年 說了十年、二十年 你還跟我說如何增加 功能組別的民主程度 我以前中學讀通識的時候 有一個篇章是說功能組別的不好 你想想說中學時代 教科書也這樣說 現在就不敢說了 現在就不敢說了 即是功能組別的代表程度 或者如何令功能組別的認受性更多 各樣的 即是以前也承認 功能組別的代表性是很低的 我記得我是中六時讀的 中六時已經是五年前的事 五年前的時候 都已經在說這件事 其實現在的問題也是存在的 你不用我跟你說的 大逆庭 你是知道香港實際情況 除非你跟我說你的雷動計劃 可以令到非建制派 可以得到過半數的功能組別的議席 這樣才好說 所以根本你的體制中 就是功能組別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你不弄走這件事其實 都是沒用的 我得到了35席的非建制派 但他們全部都是余若薇 他們全部都是梁家傑 他們全部都是何俊仁 全部都是四方西 有甚麼用 其實35個人都沒有用 但如果我一個人 想幫我們揮出第一滴血的話 也不用血 總之你跟他扭前面在一起 令他不可以通過 我們23條也好 因為他最後都要表決 就算有多少人也好 你只有黃毓民一個拉布 或者他怎樣 都是有限的力量 他需要別人在議會裏支援 他有多少 他有保障者 最後都會拉走他 對不對 所以 一來以來 一來我就不會覺得 我們先去廣告 好 各位毓民的支持者 各位普羅的支持者 各位MyRadio的聽眾網友 大家好 我們在年宵的攤位 即是在31至33號 現在就開張了 毓民現在要介紹的 這本書是在年宵特價 150元 這就是年宵價 這本書是 《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毓民以前那些 即是說立法會的書 其實那些是說我自己 在立法會的一些動議 或者我一些發言稿 將它緝錄成書 分類分了題目 這本是去分析整個立法會的運作 分析行政和立法關係 所以這本書是很值得大家看的 希望年宵大家來維園 毓民大部分時間都在 即是晚飯後 我都會在維園 大家可以來找我 買本書 簽個名字 甚至乎拍張照 也支持我們普羅政治學院 和MyRadio的經費 大家也可以來到普羅政治學院的攤位 交這個月費也可以 我們有預備了一些收據和表格 《比橡皮圖章更不堪》的新版 就是年宵價150元 我們準備在年宵的書不多 大約一千本左右 大家有買就趁手 好 戴綠庭 所以… 而且我覺得現在 說回立法會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對立法會 相當沒有希望 也沒有想法 絕望 所以我也不會寄望 例如普通的市民 也不會有希望 看到立法會種種幫你通過了 或是不能通過的事後 也不會有甚麼希望 可以通過正常的議會手段 即是靠人多來通過我的議案 或是人多來反對你的議案 這件事去… 如殺地反應民情 所以大家才要… 可能網絡23條或其他議題 才要在外面集會 或叫多些人出去 其實就是因為… 你為何要… 我覺得戴綠庭要… 他在說甚麼雷動之前 你要想一想為何要拉布 拉布就是在現在的現體制裡 是無法如實反應民情 或是無法阻止一些 人民不想他通過的事情 所以你才會玩東西 其實拉布真的會玩東西 其實拉布我們也沒有數 我根據議事規矩來玩東西 為何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當一投票的時候 公囊組會被一令過 一定是不能說 我覺得戴綠庭或這些人 是不應該去欺騙大家 或者他給予一個假的希望大家 只要我們… 我們有夠人多 我們要跟他這條規則 跟他玩到極致 我們便可以贏他 你絕對不能贏 其實根本就不可能 他… 通過鬥人多或鬥選舉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又回到他的原點 十年前為何大家… 就是功能組別 說我們這個議會抗爭 是否是激進派 所謂激進派就是… 我進去後 我真的不能跟你玩那圖 否則我一定不夠你人多 所以我只能阻止你 阻止你投票 搞這些、搞這些 或者很單純地把立法會 當成一套宣傳機器、 宣傳平台 就不是… 其實你不能根據他的規則去玩 當你齒勞不通的時候 你就跟大家說 大家大力一點就可以衝過去 你猜你真是哈利波特那道牆嗎 但衝過去 你不用怕的就可以衝過去 其實最後都會撞牆 你最後都會撞牆 最後都會流血 我們已經流過血了 我們已經流過血了 應該又要去騙大家 其實大家要更加努力 頭髮紋 我們就可以有新路了 我覺得還有問題是 戴耀廷是明知的 他知道的 他沒可能不知道 工人組別不是今天才彈出來的問題 你平民不是騙我們嗎 其實整件事是 其實我覺得是騙人的 你這篇文是否出了蘋果 蘋果也認得對 那就看的人 看完之後就覺得是 我們就不用太激進 我們單純投票投票 投票非建制的議員 就真的可以幫到一些問題 其實你有眼見 其實戴耀廷的編文是 所有東西都是對的 所有邏輯都是對的 但是他… 實行不到 如果香港是一個 正常的主權國家 正常的民主體制 是對的 大家就鬥算票 鬥民意 但問題是 現在香港不肯定 現在香港是受到殖民 受到境外的大批 有組織、有規劃的移民 單一移民 審批權不在你身上 他用大量的經濟 金權去影響你 大家… 如果知道的話 就會知道 中國有一個倫國 叫做遼國 遼國的人 現在正在喊 我不管遼國有沒有民主 就算遼國有民主也好 他在一個這麼大的中國隔壁 你也會被人探望 他就說 我們現在的人 全部都說了普通話 只是… 文化任緝 變成那些大陸客的賭場 之類 整件事就是 現在不是說一個 跟他那套民主體制去玩 就可以 不要說這樣 實際上 現在我們連所謂的民主體制都不是 有功能組別 特首普通大權力 那些東西 你又不能有人一票投 你又不能投 那說甚麼民主 你又將大家蒙頭入閘 又叫他們蒙頭入閘 去假裝 扮演我們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 有正常的程序 可以跟隨 你這樣是騙人家 你給予希望人家 即是說 為何一個比較溫和的假方法 為何那些左家會經常… 那些左家說話經常是對的 全部都是 甚麼… 那些道理誰不懂 要包容 要大愛 社會要多元 多元 這些東西在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的民主社會中 絕對可以的 因為就算他們輸入了很多移民或難民 他們都可以透過民主 去換一個更加右翼的政黨上 來保護我們本地的利益 但香港是絕對做不到 當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又去加大力 讓我們給予更多的認受性 這個這麼邪惡的制度 去進一步強姦我們 是不是很可能無線 說不通 你還無謂像過那些 談耀宗 人家起碼明明明明顯 那些就會跟你說 大家不要吵 大家接受中共 都比你還更好的 你是用一個 真是叫我們… 用假象欺騙我們 真是加大力度 告訴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是不行的 給對方力量、給對方授權 令我們更加痛苦 即是很久以前 陳雲可能以前沒有互聯網 我相信曾經有真意性 但當時只有那些… 沒有Facebook那麼大 看到就看到 但即使你看到覺得很不滿 你也不能吊測 因為現在… 你不能即時吊測 但以前陳雲說過一件事 在那些書中 或者不知道是報紙還是書 總之就是… 這麼多年來香港人 中國每次有天災、人禍、水災、地震 龍捐風、龍捐風、龍捐風 全都給錢了 每次都是東話、黎明 走音唱歌 華東、水災 就捐錢吧 捐錢給同巴 或者那些座學 做了十多二十年 四川大地震 近一點就… 近到四川仍然覺得這麼開心 捐的時候 08 好像… 其實… 根據陳雲說 就是… 其實… 是無異於… 去幫自己買將來的行型子彈 因為中國就是拿去吸收那些錢 然後進一步壓迫香港 發展起來,然後就壓迫你們 實際上就是… 大家到了2008年之後 才聯繫到那個關係 就是… 原來我們捐錢給他 他一定是貪了他 而貪了他 會成為鎮壓我們香港的力量 那時候大家就多了一個很有力的理據 叫他不要捐 但這件事也要去到這個… 四川地震之後 其實我想也不是… 四川地震之後也要幾年時間 大家才真的做到… 不要捐 上一次… 其實可能這兩三年 是哪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 四川大地震之後 然後有一次也是… 好像是民村 四川就是民村 民村… 之後那個字是什麼 不記得 好像有一次 好像不是大地震 是… 水災 水災還是大風雪之類 總之之後有一次真的證明了 經過四川大地震的啟蒙之後 那些人開始… 夠膽地說 我就是不想捐入出去嗎 嗯… 因為之前你也覺得不捐 很道德加索 很冷血 你真的不捐 問到你一次 你真的不捐 如果你不捐的話 我就會道德批判你了 基本上就是以你殺人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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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將來的行刑子彈就是… 其實… 現在… 很久很久之前 不是很久之前 二、三十年前 或者二、二十年前 都好 香港的GDP 是… 可以大量過整個中國 嗯… 但你現在可能… 好像黃晶一樣 你只是… 中國的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你的票房只有二十分之一 就是這樣 嗯… 那就是因為… 改革開放的時候 很多香港的… 雖然也不怪他們的 有錢賺就 但是… 究竟根本… 都是因為… 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 最大的動力和資金 和最袖手的資金 就是港幣 嗯… 就是你令到… 中國那麼強大 而且壓力回來 但最慘的就是… 很後期才知道 因為當年的紅利 我們沒有得分 但是壓迫就有我們手 但問題呢 現在在社會裡面 你自己也要再受那些… 路士忽的氣 嗯… 當年他很輕易地 進入中國做生意 做得很大力 現在就回來 睹你的鼻子 你做事 我們當然快點回去中國 擁抱機遇吧 一帶一路 他自己就… 那麼健樂 跟你說有肥… 你們很喜歡 香港人有肥豬肉 不吃要吃齋 吃屎吧 對… 那為什麼他自己也不回上去 對…你也不回上去 對…你也不回上去 為什麼你也不回上去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是和去和來 都是自己的糟糕 自己… 當年… 為什麼… 那麼… 沒有… 戒心 所以之後… 李登輝雖然現在好像… 晚年之後好像有點膠化 辯少許 但是他對中國的態度就是... 戒急容忍 嗯 就指台商不能一般窩風去… 去… 切廠 不只是你錢收不收回來 或者你資助了中國去壓迫你的問題 還有就是你這些技術會被偷了 管理的技術被偷了 核心技術被偷了 這些事情他是看得很通的 他也是有在台灣的立場去思考的 但香港人自己也沒有為香港去思考 但最慘的是他們即將老死 好像在大耀廷即將退休 但報應應該是報在他們的兒子身上 下一代身上,或者走不了 沒有外國聯繫的人身上,就像我們一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為何要吊失 大耀廷 整代人都是這麼混亂的 大耀廷更加蠢,還要蠢 他還要取得道德光環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正義之士 那裡才死 等於一些覺醒的人 以為自己覺醒的人,真正很難覺醒 對,他還以為自己在幫你掃蠻 黃絲良好的感覺就是 我覺醒了 很難跟他人溝通,因為他覺得自己覺醒了 他覺得自己很聰明 我們下節再回來 各位毓民的支持者 各位普羅的支持者 各位MyRadio的聽眾網友 大家好 我們在年宵的攤位 即是在31至33號 現在就開張了 毓民現在要介紹的 這本書是在年宵特價 150元 這個就是年宵價 這本書是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就是去年書展出的 這本就是新版的載版發行 這本書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不是像毓民以前那些 即是說立法會的書 其實那些是說我自己 在立法會的一些動議 或者我一些發言稿 將它緝錄成書,分了題目 這本簡直是去分析整個立法會的運作 分析這個行政和立法關係 所以這本書是很值得大家看的 希望年宵大家來維園 毓民大部分時間都在 即是晚飯後 我也會在維園 大家可以來找我買一本書 簽個名字 甚至乎拍張照片 也支持我們普羅政治學院 以及MyRadio的經費 大家也可以來到普羅政治學院的攤位 交這個月費也可以 我們有預備了一些收據和表格 這個比象皮圖章更不堪的新版 就是年銷價150元 我們準備在年銷的書不多 大約一千本左右 大家有買就趁手